我们要跟佛信心相应 诸族一心传心之心 心中里头 传心 这心是真心的 不是忘心的 忘今还原 真心就显起 忘是什么 尽私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统统没有了 真心显起了 真心是本有 不要去找 障碍去掉 真心就显起了 去掉一点 它就恢复一点 去的越多 就越明显 所以从什么地方去 有源头的 源头就是母 你看小陈徐德华 出谷 华阎晋大臣 语言教 出姓位的腐杀 出姓 跟小陈出谷 断烦恼 是平等的 断 见惑 见惑有五种 第一个 神经 所以 头一个放下 神 不胜 你才入门 佛法修行 没有别的 就放下了 不放下 没入门 为什么叫你 放下神经 因为它是假的 它是祸根 所有烦恼 通通从它起来 所有的造业 也是从它起来 同一个教育 放下神经 第二个教育 放下边界 边界今天讲的 对立 自信里头 没有对立 所以对立是假的 不是真的 今天科学家讲相对 佛法里头没有相对的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 一体 整个宇宙 万死万无 跟我是一体 要常常这样想 就常走如是管 无论在什么地方 严禁耳闻 身体所接触的 跟我是一体 我们心里头就大慈大悲 心里面的人词博爱 自然就显现 第三个就是沉洁 沉洁也是烦恼的根源 就是我自己的意思 要别人随身 要别人随身我的意思 我不能随身别人 那沉洁两种 一种是阴上的 一种是果上的 阴上的叫戒去戒 果上的叫戒去戒 这两种中国人叫它做沉洁 那幕后一种叫邪戒 就是错误的见解 不属于前面 这四大类的 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 归纳起来 作为一条 这个东西统统断竟了 真小臣去托换 大臣粗心为菩萨 真真入门 真真归于了 你是真的佛弟子 你不是假的 所以你就晓得 这入门的条件 我们今天不知道 因为出了家了 我受了比丘节了 我受了菩萨节了 其实怎么样 没入门 为什么没入门 入门 三规你没做到 小臣去托换 大臣粗心为菩萨 三规走道路 他真受用 确确实实 他拘而不迷 正而不喜 静而不然 入门传授 你真的接受到了 你得到了 那我们今天 受了三规 还是弥而不拘 邪而不振 然而不见 这三规是假的 有名无实 这三规是宝啊 佛给我们了 我们没接到 那么这是修学的 总目标 总方向 你严守这个 那就了不起 你遇到有事情 你拿这个标准的衡量 这是倔 还是谜 是正 还是邪 是然 还是近 如果这个事情 符合 确真金 可以做 如果他是密歇人 就不能做 标准给我们了 这个标准 是从初发现 到如来地 以前张家大使 跟我讲 那时候我们 还没有说诡异 告诉我 他这个三规 就像什么 他举的例子 像我们从台北 到高雄去坐货车 这三规 就是一张车票 你必须要保持住 到站了 他都降回去 你不能把他丢掉 所有一切尖叫 都离不开三规 你看哪一部经 哪个法门 不是确证经 如果是密歇人 那就写法 那就不是正法 我来讲到 那边 都离不开 都离不开 可以 我来讲到 我来讲到 都离不开